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要他進去蹲著慢慢反省 但其實盤點NONO後期活動 都以通告為主 重心放在經營副業 就算退出演藝圈 影響也不大 七七雞排 終於啦 投資賣雞排 搶工業是一級戰區 不少圈內好友到場駐鎮 和老婆合開生技公司 賣口罩保健食品 去年又合夥開髮廊 第一時間猛假雞排發生 2020年底就和NONO終止代言 跟本公司無關 另一家虎爸炸物 則是緊急切割 暫停與NONO品牌合作計畫 網友還是拒吃發起抵制 強制性交跟強制違憲 最高都可以處十年有期徒刑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重罪 它的追溯期制很長 高達二十年 絕對來得及 如果說當時你加害人 曾經跟你道歉 說昨天很抱歉 不應該這樣對你 輸入此類的一個對話的話 其實都是很有力的一個證據 若性親屬時 已經涉及法律刑責 律師說光靠輿論壓力 暫停演繹工作 沒多大效果 受害者集體站出來指控 才能讓司法真正派上用場 三零行為周冠與曾家宣 特別報導 在這陷害人 служ IL 化了 敗易